OK,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姆西 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给大家玩我们的全面人战队2 帝国远征军党,或者叫远征帝国军党 那么一上来的话,大家会发现 泰瑞昂坐在了我们的宫殿之中 向我们递上了国书,想和我们签订防御同盟 共抗混沌,是不是 来看一下中规中矩,那咱们就直接签掉 高精灵之友,越来越名副其实了 现在是第104回合 大家看到了什么,绿皮派系抚灭 矮人如日中天 24座城的矮人,国立派上第一名 纳加龙德22座城第二名 这两个势力的话呢,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南 还有古墓,我们现在没发现 但他的势力好像并不算太强 因为你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高精第三名,跟我们是同一同盟 然后我们自己是第四名 然后木精灵和完帮现在是第五名 祭司以赴,第六名,第六名跟我们关系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第七名没有,发现没有 那么也估计是古墓王,对吧 奥斯多瓦克人类的第八名 另外一个防御同盟,高精灵第九名 然后再一个和我们签了互不侵犯的人类 第十一名 前十或前十一里面啊,有两三个势力跟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关系 现在是第105回合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给高崔克和菲利克斯准备的战斗 就要我开打了呀 哎,就要开 怎么你灭了呀 没什么没什么,后面应该还会复活的复活 他瞄了真的 我给他们准备的战斗就在我脸上了你知道吗 就这个矮人 我想让他们去打这个矮人的 结果 他就这么走了 他就这么走了 那我就只能打这个白矮人了呀 不知道高崔克是不是因为面前这个部队是矮人啊 他不想同类相残就跑了 这20回合我一直在想办法给他找战斗打 他一直都没有合适 好不容易快找到了吧 他又穿标的走了 我可太难受了 咱们先帮矮人啊 解除这个城外的兽人围城 然后呢 我们自己围城 不知道炸不炸的光成了的敌人你知道吧 至于火枪手的话 在过程战中的话都没有用的 你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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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三个的话没有马库斯的话实力也很一般 你看他数据只有38看到没有 咱们的将军先上其他方面稍微搞一搞 后面的炮的话先把塔楼毁掉 然后咱们再慢慢来打 咱们的将军体积不算太大啊 被弓箭射的话影响也不会太大 没事 西板前让他敌人给他 赶走赶走吧 我们先看一下啊 我的法师到位了没有 法师已经到位了啊 法师已经到位了 这塔楼快毁了嘛 就是三了啊 差不多了 法师 我甚至都不需要巨怪啊 这里的敌人实在太密集了 都不需要我巨怪 爽不爽看的 但是矮人这个高魔抗带来的效果 怎么说呢 虽然说魔抗有效果 但是好像杀伤力还是可以的 对吧 这个杀伤力我觉得已经OK了 对吧 你要说低的话呢 着实是不低了 着实是不低了 这边有个组长 组长看看能不能把他拍死吧 周围都是敌人的情况下的话 其他效率可能会稍微低一点 但是我们这个也不是出速的 700度输出 还是可以打 然后炮兵接着炸 不要停啊 不要停 接着炸 好 盯着这个组长杀 这个矮人这些城市的话 就是组长 哎呦 对对对对 这个给他毁了啊 这个已经打掉了 对 矮人这些城市里面的话 都会有很多的组长 就是矮人事物关啊 猛的要死 如果说你把你的事物关 拉进去巨怪的话 就有可能会被这些组长 直接 摁在地上砍死啊 这时候的话 我们的将军赛的话呢 就尽可能多杀了几个组长 他现在这个组长 站在这个圈上不动了 那就是白打呀 对不对 挺好啊 我觉得挺好 然后城内的部队的话呢 又聚上了非常多了 然后我们这部队的话 取量其实还可以 是吧 再来那么一发 再来那么一发 这一发下去的话 这个体育应该灭的差不多了 看一下啊 这里还能烫一波 非常好 然后他弹回来 哎 你弹到这儿来啊 好也行吧 也行吧 然后看一下我们将军的一个血量 目前看起来还可以吧 那个事物关还是没死 你看 就算他那个事物关放在这儿 让我们打 我们要打很长时间 而且的话还不一定能打得死 是吧 后面的炮兵啊 彻底停炸 这怎么回事 哎 我这东西怎么会冲到这儿来了 你是傻子吧 我不是让你炸这个嘛 你怎么人跑过来了 想什么呢 接着盯着这个树关轮啊 咱们后面的炮兵弹药量已经是不算太多了 不算太多了 但这里的敌人的话 也就被我们灭了六只而已 这还是我们放了两发技能的 城内还有那么多的敌人 还有1800多名敌人 到目前也就死了600多个敌人而已 准备突袭放一下 赶紧把这个组长砍死 有这么难打吗 这组长有这么难打吗 咱们的将军是没有重生的 所以说的话那些攻略手 射到我们身上一剑 咱们就真的要掉一格血 然后还回不上来那种 他应该已经和这个 矮人组长搏杀了有好几分钟 好几分钟 人家砍我们一刀 我们要掉好几百血的你知道吧 死了吗 是不是该死了 该死了吧 他怎么血都不掉了 我又掉了半条血了 你们看到没有啊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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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跟他耗了 真的打他就不掉血 你知道吧 就真的就不掉血 你看我们掉不到底血 哇 真的恶心 你看我们这个数据 已经很豪华了 作为一个帝国将军 难受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豪华的一个 一个数据了 但是 难受不 真的难受 里面这些攻击手的话 我这将军也不敢过去 过去的话呢 直接被人家射人智障 现在空中飘一会吧 赶紧把这个墙破开 甚至还轰到了上面一些敌人啊 可以的可以的 直接开在人家城墙下面 对着城墙一顿爆轰 太嚣张了 好吧 太嚣张了 49 估计还要轰一段时间啊 来三倍速 好的 门开了 那么现在的话 先不急啊 把坦克拉过来 坦克拉过来 然后把我们这个援军里的火枪 首先拉过来 这样就行对吧 你这样我就可以打 这里又是攻击手在搞我是吧 法师过来 给他这边再来上一发技能 然后炮兵给他稍微安排一下 应该不需要安排 然后把这里最后的一点敌人的话呢 给他一个树牌给他清掉 可不可以 好像没打着啊 别往里面走 别往里面走 慢慢来 这发技能感觉有点浪费了 有点浪费 这个位置这个组长 我们倒是可以设的 不行不行 咱们这个将军必须得出去把这个东西处理掉了 不然的话 他老是在这边设我的款式很难受啊 我 这个组长是可以设掉的 两个款式在这边把这个组长设掉没有问题 这个射不到 将军把这个处理掉 这边都会开始射我 所以说帝国将军很尴尬的你知道吧 他后面有那么多的弓箭手 我去打其中随便一只 他后面的弓箭手就会开始射我了 很难受 赶紧跑赶紧跑赶紧跑 诶 你傻子怎么冲进去了 飞起来哥哥你怎么在里面 他怎么在里面跑起来 飞起来哥哥 对对对你是会飞的 你搞什么话里不是要东西的 这是重蜀奴手 我们得稍微重点处理一下 坎克咱们就架在门口 看看没人过来给我捣乱 咱们这弓箭手的话呢 猎人啊 打这种矮人是非常想吃亏的 你看他对方基本上没有掉血啊 我们已经掉了非常多血了 直升机赶紧进来 直升机过来处理一下这边的重蜀奴手 让你去把神尚昂的这个雷鸣枪都处理一下 你这个打这个呀 你怎么都炸到这个矮人勇士身上去呢 我也看不懂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这个轰炸的效果 就是这种炮击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好的 但是你会发现就算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换血上面还是吃亏的 我这三个猎人还是掉了非常多血的 然后这个位置宫殿手 先排开 后面的火枪手 不要射一只神尚昂的敌人浪费 浪费 好 这只宫殿手被我们打跑了 可以的 那目前在城墙上面的宫殿手就没了呀 这还是火枪 这还是宫殿手 这宫殿手我们来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啊 随时注意好我们将军的血量 这将军可以走了 这将军可以走了 别把自己玩死了 现在我们的矮人直军机 悬停在矮人头上 然后对矮人的这些弓箭手疯狂输出 因为他只要换一个位置的话 就是我 将军去把这处理掉了 咱们的直军机的话必须要把这处理掉 必须要把这处理掉 必须要把这处理掉 重处理掉 好 这个杀敌效果是非常好的看到没有 这一队几乎就已经没了 将军只有这么点血了 赶紧赶紧回来了 看了一会儿近景我们将军差点被对方攻击手撤死了 这个直升机轰炸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过来点过来点过来点 小心啊将军千万别死了 他这个直升飞机怎么说呢伤害还可以就是弹量太少了 而且轰炸的话经常炸在一个位置你看 就这么几个兵 他要浪费一轮带要去打那么几个兵我的天哪行了行了行了 直升飞机到后面休息一下吧一共杀了那么120个人 你说这个直升机很有用吗 也没有对不对 你要说他没有用吧 他也还行 对吧大概是这么个水 过回来 坦克 大概可以进去了吧 怎么坦克的话呢目前已经开进去了 但是对方的将军 也说过来看我们家坦克了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我们打不着他 我能不能看这个坦克把这些部队给他掉到外面去 掉到城外去 能不能把他勾引出来 能不能把他勾引出来 好像是不行 对方不愿意出来 出来了出来了一小支部队 出来了一小支部队也行啊 对不对 事物官出来啊事物官出来小心点 出来之部队的话反正是被顺瞄了 这坦克轰上一发 打吧打吧你出不来了啊 他没有做技的话他很难出来的被敌人围住的话 这个位置其实还可以啊 咱们可以杀上到敌人 但就是 我想往这边再摆一点 但是往这边再摆一点的话 他这边的敌人就能打到我了 这真的很快啊 目前情况还可以 目前情况还可以 直升机呢 把最后一点弹药啊 去把这支火箱给我稍微处理一下 不然他老是给我捣乱 赶紧出来 能出来的话赶紧出来 不然被这个将军A一下的话是非常疼的 将军出来了 将军出来了看到没有 他出来了 哎哎 他出来了 至少 对对对对 对非常好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你把这个雷鸣枪手炸一下 非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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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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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这边还有几个这个炸弹呢 先不急啊 先把这边的雷鸣枪手给我们处理一下 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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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弟出来 因为他如果在里面待着的话 我们回首几乎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我昨天把他勾引出来稍微弄一下他 不然他太恶心了 对不对他已经没有弹药了 只剩炸弹了 只剩炸弹的话呢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不急啊 他们这打得到我打不到啊 只是都会多发一些弹药而已 这个将军你想怎么说 顶他一下 你不打我就顶你了哟 你不打我我就顶你了哟 我说真的你不打我就顶你了哟 诶你不打我我就要进来了哟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我进来了 那可不就是一点点的事情了哟 真的 真的这个矮人如果把这边部队堵死死 然后一大堆事物官在里面顶着 然后呢 我们的远程部队打不到他 因为全场挡着嘛 然后炮弹的话又不够多的话 我们就会很难打 但他如果让我进去了 我跟你说这个形势就要逆转了 我只要进去了 火烟手架好了 来什么死什么 坦克目前摁住了敌方的将军 好 事物官上去顶一下 那算了事物官不顶了不顶 我趴到其他上部队下来然后干扰到我们后面的火枪手 火法在后面站着 也可以让你丢一个这个技能 也可以 好那可以打了赢了已经赢了 在我进城的那一刻起游戏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把这里的几个火枪手 自动设计开开来 哎呦 他就是想击杀我的火法 他就是想击杀我的火法 他在想屁肢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有些人想去世了 有些人想死了 你们拿什么对抗我的火枪 你们矮人拿什么对抗我们火枪 到这边基本上已经随便拿了 再拉一只火枪进来了 再拉三只攻击手进来了 给他放到这个位置 攻击手进去没什么用 城外还有五只火枪手啊慢慢进 然后把这个东西拉进去 光明磨蹭啊 提供一下这个全防 这些人在我们火枪手面前的话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这个 还手之力的 没事的话呢 给这边放一发技能 在这种环境下面火枪手那太强了 真的太强了 只要进入城内的话 好像真的就是无敌 随便手 有队也没用 就跟那个我们玩鼠人那个加特林一样的 虽然说我不火枪手比加特林肯定是弱伤不少了 但是的话进城之后的实力也是非常非常爆炸 非常非常 好的 没问题啊 但是好像怎么刚进来的火枪手这个血狼不多 叨量也不多了呢 哦 好这里有一只矮人勇士啊 二百多点血的矮人勇士 进战把他撕死 这个将军去把他撕死 坦克带到这别动就可以了 现在他过来的部队的话呢 都会被我放在墙角这个坦克这个 吸引住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边火枪手的话 这边一顿疯狂输出就可以了 然后城外的火枪手慢慢在进来 这边有几个小小的这个矮人啊 在我们后面搞事情把他砍死就可以了 我们炮兵还有一点弹药啊 不过先不挤 先不挤 慢慢来 局势目前近在掌握之中 没事啊 这两个火枪手过来 你是打不过了 往里面躲一点 你们两个火枪过来 这里几个火枪手展开 你们才有火枪手进来 两个火枪射一对重视毒手 射赢没有问题 开始 炮兵辅助轰炸一下 辅助轰炸一下 坦克摆好位置 这个加全防的车 放好位置 输官去前面稍微顶一下 好的 现在变成了一个纯远程的大战了 本来有城墙的话 咱们火枪手是完全没有办法和这个 狐狸手对不入的 但是一旦我们进来的话 那我们火枪手狐狸手对射的话 完全不止灰啊 甚至我们还有炮火支援 然后这里的也被我们炸的差不多了吧 咱们炮兵带药量已经非常非常有限了 非常非常有限 来你们三个把这个轰一下 后面三队火枪手也得找个机会啊 这边敌人的话已经被我们清理干净了 但是火枪手的弹药量的话呢 显然已经是并不多了 并不多了 然后等他们把 等前面这三队火枪手啊 把这支部队给他处理掉之后呢 然后后面三队火枪手的话呢 走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我们从这边过去 从三面包围底的 一路两路三路三路 咱们还有好多东西放的 技能对吧还没放完呢 张军这个血量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本来还有弓炼手对吧 然后城外还有骑兵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打的 现在我就在等对方士气崩溃的那一刻 放出后面三队 弹药冲突的火枪手 把这个秒掉 又来了一只新的 把他秒掉 我们不需要占点啊 也不需要把敌人全部杀完 我们只需要把对方的士气打崩就可以了 好的 看一下还有多少敌人 你看他的这个能量条 实力条啊已经是很弱很弱了 然后城内上的敌人的话 有点恶心啊 有点点恶心 咱们这个将军这个血量600多点血 是真的打破没关系 我的弓炼手放到现在的话 可不就是过来处理残局了吗 对不对 就是过来处理残局 炮兵也随意炸一下城内上的敌人 辅助一下压缝一下他们的士气 将军被对方弓炼手射了啊 不期待 这边几个弓炼手赶紧过来 走到这个位置 他们实际不行了 看到没有 他们实际不行了 瞬间全崩 好的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部队攻个矮人的城市 还是挺费劲的 真的是挺费劲的 我们帝国炮兵不够多的时候 攻个矮人城市是真的费劲 是真的费劲 咱们1360人打对方2482人 我们攻城损失了150人 150人 看一下我们这边杀敌数 法师放了三个技能 前两个技能杀敌比较多 一共杀了271个人 将军的话一共杀了140个人 没办法 这个帝国将军 没有回血的话 被关键手撤了还是真的挺疼的 真的挺疼的 然后其他的话你看我们这直升飞机杀了187个 对不对 坦克 绝大部分的炮的话呢 全都去轰那个塔楼了 但是还是杀了145个 所以说非常不错了 然后我们的火焰手100多 100多 100多 对吧 算是非常不错了 可以的 战灵 咱们的满边小鸡啊 基本上白银森林 先过来把这个剪掉 剪完之后 咱们直接登上 这个岛屿 又出海市蜃楼了 这个不是第一次出了 这个海市蜃楼已经不是第一次出了 所以说的话呢 我完全没有觉得惊讶 这个 我的天哪 哎我的天哪 你能想到诺斯卡和基斯里夫防御同盟 这你能想得到 本来我想让我这只满边小鸡 北上的 然后把诺斯卡全给烧了 你 我僵了 我僵了 基斯里夫啊 跟我关系很好的 虽然说基斯里夫不能合包啊 但是我也没有必要跟他开战吧 是不是 你这个太搞了 那诺斯卡我也打不了了呗 塔拉贝克岭呢 塔拉贝克岭的关系 我看一下 还不能合包啊 基斯里夫居然 堂而皇之地和混沌势力搅在了一起 没有古墓王 从中缓冲的话 隐王 以节节败退 鼠人 加两个暗精灵 疯狂南下 高精灵的援军 哎呀 杯水车薪啊 我们的部队如果要北上的话 我也没有说部队在这边呀 除了这个守备军团在这边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支部队给他派上去 这一支 后面让金属脸蓝统治这部队 他有了一个反步兵的深海护卫 然后呢 还搞了一个腐化力为坦 也就是说比刚刚那支部队的话更猛 更凶 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打 虽然说我的部队比刚刚还要更弱了一点 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打 不就是腐化力为坦吗 咱们这边哪个不反大型 你说说看 除了将军不反大型 所有东西全部反大型 没说的 咱们还是直接网上去 今天可以见到那么多 我们帝国的常规部队散战场 我很欣慰 是吧 可能大家平时会用很多这样的部队 但是我真的是很少用纯步兵 所以说有机会看到纯步兵的话呢 我是非常享受的 非常享受的 将军走得快一点 去把那个什么 炮兵呢 手炮啊 去把手炮给我摸一下 然后你们两个设计一下腐化力为坦 OK 对方将军一开始射我的东西了 射我的将军了 但是摁住一个手炮 其实问题不大了 好的 咱们直接冲啊 什么抵御冲锋不抵御冲锋的 没有的 反正守卫兵团长的话呢 这个性命也不值钱 这些石兵心也不值钱 上去钢率完事了 这个部队好像上的过多了一点了 你们怎么被一只部队拖出了这么多人啊 你们是傻吗 是不是傻 先把这个摸死吧 虽然我不觉得他们可以打得过 然后对方那只部队在哪呢 我找一下啊 对方那只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啊 摄像会 这只部队对我们来说威胁是最大的 你们俩能不能迅速的把这只杀掉也赶紧的 这边打的效率都不会很高 说真的不会 将军把对方就已经砍了应该不成问题 应该不成问题 这边俩把这打掉应该也不成问题 然后这只东西应该也挺不来太久 但是这只部队旁边的这个摄像会 摄像会 摄像会 那个反步兵 打我们会很快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 在他把我们打掉之前啊 我们先把这个打掉 这场已经白了 那么快 那他这样子的话想 让我引起连锁白啊 赶紧把这佛网利文坦砍掉 不砍掉的话就出事了 我将军还打不过他 我骑马了耶 一般人说骑马将军 掉锤不起马将军的呀 凤凰给我放技能 你是不是觉得我打不过你 那是因为我没有操作我跟你说 只要操作的话 你只要来回拉扯一下 冲撞一下的话 都是可以打的 给我火球给他 好 非常不错 这佛网利文坦还没死啊 那要出事呀 他们这波是没有5级清算的 你知道吧 他们这波是没有5级清算的 我的天哪 打得那么费劲 好 佛网利文坦要死了 因为他一直在动 他一直在动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射击的命中率的话呢 无形之中就低了很多 无形之中就低了很多 但是终究他是要死的 散大型的两只光练手射了他半天 终于死了 终于死了 真不容易好吧 真的是不容易 好的这边敌人的话 终于是被我们消灭干净了 然后你们两只光练手 集体盯着这个圣览护卫锤 你们就边上去送死了 就边上去送死了 就边上去送死了 狂练手射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将军他反大型 他反大型 怪不得看我那么疼 没事 行的 赢是一定赢了 再拿火球砸两次 好的 非常舒服 这个火球术怎么说呢 真的就是听个响的技能 你知道吧 真的就是听个响 你看他伤害有多少 真没炸自己的人 是不是 好的 还有一个将军 让开救将军 让他直接去世就可以了 OK 无一部队阵亡 这个腐化力尾坛怎么说呢 咱们是上了一只长脊 围着他 然后的话呢 两只反大型的猎人 今天他输出 他还杀了我们82个人 杀崩了我们一只 还辅助打掉了我们旁边的一支部队 还是很凶的 主要是这个猎人 这个东西吧 怎么说呢 没有马库斯的话呢 这个实力说真的不怎么样 满边吃鸡小鸡 目前在这个旧世界大陆的话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了 因为没有敌人给他打 你们知道吧 南部的矮人们 你跟他开战的话 一开就一大片 然后的话北部的人类的话呢 我需要慢慢合帮 本来是准备打诺斯卡 在诺斯卡的话又和这个 莫名其妙的构合在一起 所以说的话呢 咱们就只能去北创打暗精灵了 正好这个隐王 已经被干到最后两座城了 怕不是这个部队 也只有最后那么一点点了 所以说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去拯救他一下 走吧 一路捡垃圾捡过去 我这么大的疆域 六支部队 每回合才2万3千 这什么东西 你们说我这个部队 进去这儿把紧跟他打能打赢吗 我觉得不行啊 虽然说我这边有炮 有火枪 有技能 但是这么多骑兵步兵 挖上来一波我就没了呀 对不对 我就坦克的稍微顶一顶 其他什么都顶不住 一波上来我就没了 但是他这个四度条是这个样子的 你说这兽人能打得过别人吗 他能制把天下吗 他不能呀 对不对 真的我跟你说 兽人太难了 太难了 一支精锐部队 被帝国啊 我是帝国啊 这么一支小部队就给 唉 1691名兽人精锐士兵 居然只能换到帝国军队111条人民 太难了 第108回合 毁灭之潮 混沌大军的第二批部队到来了 从你们这个部队数量和部队配置来讲的话呢 我不觉得你们 会比上次走得更远 上次是全军覆没在了普拉格城下 唯一取得的这个进展的话呢 是烧掉了这座小城 然后呢 在这地方被基斯里夫在这地方全间了 这次会有什么不同呢 可以感到感到的吗 从北边来到 霜灯的霜灯 把霜灯都逐散着霜灯了 这地城 和霜灯的霜灯 续在霜灯 冠兵是霜灯的霜灯 我们必须保署自己 因为战争 三小牆也來了 混沌入侵,絕望吧 舊世界 勇士神選艾查恩已經降臨 他將親自撥撒末日的毀滅 終於來了幾個能打的,說真的 這個有意思了,這波有意思了,真的有意思了 因為的話呢,我們看一下 大鳥 阿茶 看一下阿茶的部隊啊 只有一隻神選者 大鳥呢 大鳥有一隻 也是一隻 也是一隻神選者 混沌的話呢,是已經來了 然後我們拉關係的話,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莫名其妙的四萬聖戰軍 跟我們關係你們自己看一下 你幹嘛 這個評論,我跟他們說 讓你給名叫攻擊 別動了 攻什麼 重新重新來一下 混沌已經來了 對不對,三小牆也來了 那麼現在大家看一下這些關係 這邊有個莫名其妙的色安聖戰軍 跟我們關係怎麼也好 100多 然後的話呢,這個也100多 裡面有個種族契合 可能50 看到沒有,領袖寬容25 等等等等 然後塔拉比克林跟我們的關係 直接飆到了300多 300多 這個合包解釋跟玩一樣 那麼帝國跟我們關係怎麼樣呢 -14到156 大家看到沒有 到156 這肯定是不行的 對不對 但是貿易協定是我們可以混一個 不行啊 不行,我可以稍微給你一點錢 稍微給你一點錢 可以嗎 牽個護不侵犯也可以啊 對吧,也可以啊 我再稍微給你一點錢 反正剛剛那個合包是隨便合的 5000萬年 不牽上,合錢就算了 合錢就算了 那麼先把四安聖戰軍這個給牽了 貿易協定對吧 軍事同盟 軍事通行 全部牽掉 然後要一波錢 不對啊 我為什麼要跟你軍同盟呢 這種臭弟弟的話 你不要跟他軍同盟了 牽個護不侵犯的話 已經算是 很給他面子了對不對 然後 稍微要點錢 好 這個我喜歡啊 30塊錢 穩的 穩的 混沌來了吧 各大勢力之間的這個沉浸啊 暫時放下了 準備是這個聯合抗敵啊 大概是這麼個意思 簽個護不侵犯 簽個護不侵犯 哎呦 你這個南方王國 我要不要給你簽啊 我給你簽了 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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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要點錢啊 好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啊 這個邊境親王 44到210 簽個貿易協定 還不是輕輕鬆鬆的事情 所以說混沌來了的話呢 是個很好的事情啊 前提是混沌不要刷在你的臉上啊 如果刷在你的臉上的話 他可能會難受一點 好 這波收入長得非常的狠啊 威森領從9一下 標到了131 對不對 簽個護不侵犯 再簽個貿易協定啊 再軍統也簽一個吧 主要是為了加關系啊 錢倒是次要的 要個300塊錢意思意思 只要簽護不侵犯也可以啊 300塊錢意思意思 行行行行 好吧 不要就算了啊 然後波爾德羅伊直接標到了100多 對不對 護不侵犯 貿易協定 隨便簽一簽 拿點錢錢 巴托尼亞你這麼窮啊 我居然為了700多塊錢 錯過了簽訂貿易協議的機會 我靠你這 算了沒關係啊 反正這關係後面會長得很快的 早簽一點和晚簽一點的區別吧 對不對 老鼠啊 後面這種的話呢 就 奧斯特里呢 獲不侵犯 貿易協定 可以 帝國呢 帝國你怎麼說吧 你就怎麼說吧 你就不簽是吧 那麼基本上我們目前能簽的貿易協定的話 都簽完了啊 那麼我們現在的話 就要開始合邦了 其實也就只有一個塔拉貝克林可以合啊 平時我跟他弄關係就是一個塔拉貝克林 來 合邦已經可以合了啊 非常的穩健 等一下先不急啊 先給你簽個軍運通謀要筆錢 對不對 1800都付不起 你這個有點慘啊 1300你都可以吧 好1300 然後合邦再要上一筆 非常好 非常好啊 但最多就只能要5000 我太難了 怎麼樣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哎呦 我爽了 我跟你講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疆域 大不大 夠不夠大 瞬間就是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又 多了大概10個城 其實4個城打起來也不難啊 但是的話呢 能夠和兵交接的話也算是不錯的 國底牌還是5啊 這個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辯護 來 我們先看一下有沒有什麼不要的部隊給他踢了啊 這個部隊我們全部都不要啊 全部都不要 這幾個事物關我看一下有沒有必要留一下 還可以 這個事物關還是可以的 這個呢 這種事物關我一般就不要了獵巫人啊 但是的話呢可以當做真正的一個事物關來用 就是不戰戰場的 但是去進化一下腐蝕還算可以啊 那你就去吸血鬼啊 吸血鬼的故地 好吧 你的話 好像暫時沒有什麼用嗎 這支部隊好像也沒有什麼用 有沒有什麼東西啊 沒有任何東西 那直接踢了 所有部隊全部踢出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部隊啊 完全不需要那麼多部隊啊 完全不需要那麼多部隊 全部踢掉 因為我懷疑這個混沌他就算能打下來啊 能打穿基斯尼夫的封鎖 也要很長很長時間才能打到我們臉上 這東西還是可以吧 一個六與八可以可以非常好 非常好 小雞也踢啊 小雞現在又不稀奇 我們可以直接造的 我又不是只能靠這個帝國援軍過火 直接踢掉 這個事物關我可以留一下 這個事物關 好 還有沒有別的呢 這裡有個叛軍啊 我太瞄了我應該 這兒有個叛軍 我靠其實我應該把這個部隊拉過來 先把叛軍處理一下的 這兒還有一隻啊 我這個部隊有點多呀 是真的有點多 全部踢掉 我不知道你們看我踢著部隊心裡是什麼樣的反應啊 呵呵呵 你們是不是突然就覺得這個 正 怎麼說 戰錘的 戰錘的土著勢力啊 一下勢力削減了很多 瞬間三隻滿邊就沒有了 你們知道嗎 這個天下有幾個勢力能達到三個滿邊以上的部隊呢 大家仔細的思索一下 我們的實力的話 我們的勢力版圖已經到達了這個 貝克崗 雖然它是個港 但是它其實是個城 奧斯特馬克 居然沒有統一 ASM不是我們的 不是我們的 那麼這些建築的話呢 我們也需要改建一下 降低所有軍隊的辦事就得維持費用 非常好啊 艷陽禮拜堂 這東西我好像都可以留著 那我好像需要拆的東西 並不算太多嘛 對吧 它已經蓋得非常好了啊 它真的已經蓋得非常好了 我都不需要去拆什麼東西 那不對啊 那這個軍事城太多了呀 這個烏特巴德也是個軍事城啊 那烏特巴德裡面 這個不要了 這個不要了 我們起一個牆 起個牆就可以了 這邊可以造 可以造坦克的 這個東西需要伸上去啊 然後 小機的話也要把它伸上去 上面這邊的話呢 是可以直接出小機 直接出坦克 對吧 什麼都能出 這邊也是 出坦克出小機 出步兵 什麼都能出 非常好啊 這個建設的還是可以的 那其實 這還有一隻部隊啊 我這部隊是真多呀 我這個部隊這麼騷的嗎 哎呀 你這個部隊 兩量坦克 我的天哪 好好好好好好好 就因為你的精銳程度 你可以保留 啊 你可以保留 正好和我這隻部隊一起去把艾仁給滅了 挺好挺好挺好 我的馬庫斯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恢復過來 我們的馬庫斯一回合之後就可以重新正招了啊 正好下個和我這隻部隊一起把這個給他自動掉啊 把這個屠夫王給他滅了 咱們目前的話呢 一共有15個行程 有65座城 7支軍隊 三名法師 一個獵巫人 兩個戰鬥牧師 和一個帝國隊長 防禦同盟有三個 已經開戰的派系有八個 貿易夥伴我們有九個啊 這是我們目前的一個情況 帝國冠軍勇士 我們的基伯大隊長的話呢 正在準備登陸高精靈島 還沒登上去呢啊 然後遇到了個這玩意兒 稀稀可船長 全軍金剛 牛皮吧 而且的話呢 有一個浮誇力位 還有一個死靈巨像 咱們這邊滿面小器的話呢 血量不滿 而且還是長英軍的 但是呢 還是可以打的啊 好 那麼差不多啊 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就給大家先做到這邊 大家喜歡看的話呢 記得點贊三連 我們就下期節目再會 拜拜